在越南這塊土地上有生活著非常多元的族群跟文化 居住在越南中部的贊族人呢 他們早期信仰主要是印度教跟佛教 那比如說像現在我們看到的這一件文物呢 它主要就是印度教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物件 這次的展覽呢 為了讓大家能夠感受到就是林家兆 它應該呈現出來的樣子 所以有特地把那整個景搭出來 越南啊它離台灣的距離很近 但是我們卻沒有那麼了解他們的文化 你會想要去了解它在沉船出水之前打造它的故事 在看著這個文物的時候會有一種充滿了這種未知的想像 希望這首歌有一個民俗的感覺 比較世界音樂 能夠讓大家一聽到這歌曲 就會想到越南 想到一些叢林 然後也想到剛剛林家兆 它是戰婆文化嘛 這次整個基調我們就保留了這些銅骨啊 手骨啊沙鱗這些很明鎖打擊音樂 再加上我剛剛講的聽見你看見我作為主題 然後開始進行的歌詞的發響 其實我們很常在追尋那些我們沒有擁有的 卻漸漸的遺忘了自己的面孔 看到越南他們出土的各種文物的過程當中 發覺到自己文化裡面的不一樣的面向 我覺得在這首歌裡很想傳達的 就是看見別人看見自己 然後審視自己應該要怎麼樣存在 不管是被文字或是一種樂器 它可以被記錄下來被流傳下來 它只要存在我們沒有忘記它 它就是一個不會過世的東西 看見你與你可能對外地看得到會 一些東西 看見你與我每ета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